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统川普8月2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被问到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的时候 他表示 北京知道他会怎么做 川普当天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 希尔顿的专访 希尔顿问道 如果中共试图侵略台湾 或者是实质掌控台湾极其重要的产业 美国会如何的应对 川普回答说 我认为在这里谈论这件事并不适合 我不想说我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在这里谈论这件事情是不适合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 但我认为中共知道我会做什么 中共隐瞒疫情给在非洲的中国人带来灾难 中共驻南非大使馆8月24号发声明说 受年初肺炎疫情冲击和影响 南非失业率高升 治安恶化 严重暴力犯罪案件频发 50多天来 先后有7名中国公民遇害 其中包括当地的侨领 众志维夫妇 但当地华人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受害人数远超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 差不多每4天就有一名华人遇害 而中共使馆并未为华人提供实质的帮助 报道说 除了南非外 赞比亚华人也频繁受到攻击 当地华商都认为 非洲华人已经成为中共瞒报疫情的牺牲品 中共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教学 从9月1号新学期开始 在六个省的民族地区推行汉语教学 网上流传的一份内蒙古教育厅通知显示 按照中共中央统一部署 内蒙古 甘肃 吉林 辽宁 青海 四川等 六省的民族地区 将从今年的秋季开始 在语文 政治 历史三个科目中 使用中共统编的教材 而内蒙古作为模范自治区 将从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首先开始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文字授课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 蒙古人反感中共的做法 发起抵制活动 甚至有人说 他们选择拒绝送孩子去上学 有家长组成微信群讨论 但被公安封群抓人 旅居德国的南蒙古议会主席 习海明表示 中共政府此举明显是要对蒙古民族 实行文化灭绝政策 他呼吁国际社会 不要错失一个民族古老的文化 被消亡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号发表对华政策演讲 呼吁全球联手战胜中共守护自由 时隔一个月之后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8月25号大篇幅的刊登文章 批评蓬佩奥 评论认为 中共针对蓬佩奥发动舆论攻击的主要目的 还是为了给中国人洗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号 曾在加州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 发表题为《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讲》 8月25号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罕见的以三个整版 约3万字发表专文痛批蓬佩奥 文中分26条逐一反驳蓬佩奥的演讲内容 针对蓬佩奥在演讲中指出 中国人民与中共截然不同 中共最大的一个谎言 就是宣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说话 党媒文章辩解说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 文中吹嘘中共防疫有成 人民脱贫致富、生活幸福 又反批美国疫情严重 民众生活水深火热 针对蓬佩奥批评中共监控14亿中国国民 打压民众自由 文章百般抵赖并转移焦点 大蝙蝠抹黑美国的自由民主 中国学者戈壁东表示 中共对蓬佩奥的攻击早在去年就开始了 现在越来越疯狂 是因为蓬佩奥的行动 已经引起中共极大的恐慌和焦虑 西点军校出身的蓬佩奥 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务实的 执行的最强的国务情 你看他做的每一招 召召召召呼在中共的起乘之上 他在尼克森图书馆的铁幕先言 他去欧洲 从根本上就把中共的根给挖起来了 中共最害怕的就是这一招 蓬佩奥在做的就是彻底中介中共的合法性 他所做的每一个措施 都是实实在在地在打击着中共 遭遭致命 回顾今年整个7月 围绕对华主题 川普政府安排了多位重量级官员发言 批评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全球野心 随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外交部副部长玉玉成 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等人 一改戰狼外交的姿态纷纷向美国求饶 联邦的这些官员 包括像蓬佩奥这样子的官员 他非常清楚中共的情况 他把中共和中国分得很清楚 他的惩罚的对象非常清楚 就是惩罚中共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共开始害怕了 你看过去的这把两个月 中共开始向美国示软 希望修复关系 自软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蒙骗不了联邦政府里面 像川普啊蓬佩奥 这种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 所以现在他又开始出动舆论工具 戈壁东则说 现在中共的末日恐慌感越来越强 四处给自己找出路 最近黄毅又去了欧洲 说明中共非常清楚 蓬佩奥现在在做什么 他想脱破这个包围权 他想最后能找到一点深路 他可能不怕美国的航母在南海 他可能更怕的是 国际社会在美国的引领之下 看清中共病毒的来源 背后隐藏着危害世界的巨大阴谋 最怕因此引起国际社会的正义诉求 中共听到了末日的钟声 而蓬佩奥真是这个敲钟的人 上周蓬佩奥在结束了 对中东欧四国的访问后 在推特发文表示 美国人认识到中共与中国人民完全不同 并威胁到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世界的潮流已经改变了 西方正在战胜中共 新疆乌鲁木齐因为疫情封城 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严厉的封禁 让许多居民的忍耐力达到了极限 甚至出现武汉疫情严峻时 小区民众呐喊的一幕 在大量民众的抱怨之下 周一乌鲁木齐部分放宽了防控政策 8月23号 有网友发视频表示 新疆居民在家隔离一个多月 出行不便 纷纷开窗疯狂大喊发泄 这一幕如同武汉市 在中共肺炎疫情大爆发时的重现 新疆从7月15号爆发新一轮疫情 到8月23号官方声称 累计报告了超过800个确诊病例 绝大多数病例在首府乌鲁木齐 但当局采取了空前严厉的防疫措施 乌鲁木齐在17号宣布封城 随后封锁扩展到全新疆 乌鲁木齐等多个城市的住宅小区 采取完全封闭式的管理 微博上流传的图片显示 很多住户的家门被贴上封条、胶带、定住 或插上钢筋 完全禁止出入 如果有民众离开社区 还会被锁上手铐等候发落 还有民众透露小区已重刑恐吓居民 违反禁租规定的人会被送到隔离点 先坐21天自费隔离 之后被直接送往看守所15天 连日来 不断有网友在微博的《乌鲁木齐抄话》里 讲述严厉封城造成的不变 例如有人因父亲病危赶回乌鲁木齐 但落地后一直被隔离 不被批准去见父亲 25天后父亲去世 他仍在等候社区审批 还有网友表示 即便是紧急情况 例如孕妇身体不适也被拒绝转院治疗 小孩被玻璃弹珠卡住嗓子 也无法及时送急诊 更有人透露 室友被困在租屋里一个月 抑郁跳楼身亡 那个地方一定是现在 中国内地在发生疫情管控方面的话 最极致的一个地区 因为它本身的管理模式就是那样 它是一个共产党称为的反恐地带 是各种严刑竣法实施的地方 而且你在疫情方面表现的这个 瞬间就可以给你升级成为 政法方面的处理的对象 由于帖子太多 还有一些人跑到北京超话 上海超话去讲述新疆的痛苦 这种大规模的封禁呢 你还需要有强大的后勤支援才行 而中国的这种官僚体制 它是无法保障这种后勤支援 这种无断的一刀切的方式 最后必然造成对人们的身心各个方面的伤害 这段有视频显示 没有冠病的居民被抢货服药 微信和微博上也有人透露 社区要求全民服用莲花清瘟胶囊等药物 服药时志愿者会全程拍视频 不管小孩还是患有高血压 肾病心脏病或慢性病的都要吃 中共卫生官员推荐将阿比多尔用于抗中共病毒治疗 而在医学观察期的人则使用莲花清瘟胶囊 但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金东燕对BBC表示 莲花清瘟及阿比多尔对于轻症患者的治疗作用 仍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 虽然新疆严厉的封禁手段 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了网友的反弹 但在主要党媒上几乎不见报道 当局随后大量删除乌鲁木齐超话中的 内容 并就民众大喊的视频发通知说 这类行为属于非法 经技术侦查已经约谈了相关人员并进行处罚 在大量民众的抱怨下 本周一 乌鲁木齐宣布放宽部分 无疫情小区的防控政策 这些小区的居民可以在小区内 进行非聚集性的个人活动 但官方没有提及是否改变有关服药抗疫的做法 中国白领经历至暗时刻 中共确称岁月静好 受美中贸易战 中共肺炎 洪涝灾害等影响 中国经济大幅下滑 不仅造成数千万农民工失业 就连生活较有保障的白领阶层 也面临着职场至暗时刻 但是中共却对经济状况做乐观的评估 称一切正逐步回稳向好 就中共肺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们大多聚焦在疫情对中小企的冲击 以及对广大农民工群众的影响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车磊 在7月份发表的一项调查农民工的研究中指出 截至今年3月下旬 至少有3000万到5000万农民工失业 而实际数字更可能高达7000万到8000万 现在受这波经济下滑影响的中国民众 已从农民工延伸到属于社会中间的白领阶层 中国招聘网站致联招聘6月初发布 2020年白领生活调研报告显示 自中共肺炎爆发以来 大多数白领似乎都经历了一些职场至暗时刻 有高达三成白领被裁员 另有三成的白领被削减工资 还有一些白领无法按时领取工资 或被迫放无薪假 总体上只有两成的白领得以幸免 报告还说 年长白领在这波至暗时刻工作机会变少 而年轻白领的工资大多被缩水 在上海创业的大陆资深媒体人 自由作家黄金秋表示 从他在报纸上刊登招聘人员的广告 和应征的人数中 可以清楚得知 中国失业人口比去年大约增加了十倍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由于国内很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 仍处于停工状态 而直接影响了受雇者的生计 在这种瘟疫也好 在这种经济活动减低的过程中 好像很多人家里有一些积蓄的 就是要挖空自己的积蓄 但是他们那些很多房租房贷的一些支柱 都没有持好的减低 虽然民众生计极度窘迫 但中共财政部8月6号发布 2020年上半年 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却对自己的财政状况做了乐观的评估 报告称 中共财政正逐步回问 向好的方面发展 各级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政策 包括给企业减税 发行政府债券等 有力的拉动了经济发展 在强调那些政府 有一些就是说减税来刺激 这经济的 这只能指向中央企业 大企业有些影响 对实际很多小企业 他们实际上没有帮他们 提名上没有做到这些迷行企业 经合企业的身上 大多数是达不到任何的优惠 卸田认为中共所谓的财政报告 根本就没有真正反映出 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 它只是给人营造一种虚假繁荣 一切岁月静好的假象 谢田分析说 由于各地方政府不能继续它的土地财政 其工业企业又应停产或减产 导致税收减少 为筹集资金 很多地方发行债券或设立融资平台 但这都有破产的风险 对于中共经济的恶化 致使基层的农民工 至社会中间的白领阶层 面临生活艰难或失业的困境 再加上近900万毕业生 将在今年夏天进入就业市场 更使就业形势严峻 谢田表示 中共对内无法提升它的内需 对外又缺少外国订单 因此中共现在确实没有太多选项 可以解决它的失业问题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 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大陆六四天王创办人黄岐的母亲蒲文青 因奔走营救儿子 一直被当局软禁 日前她向朋友诉说 自己的病情加重 除了肺癌又出现了糖尿病病发症 但医保卡上的钱早已用光了 没钱看病了 她只想跟在监狱的黄岐见一面 但是当局一直不允许 8月25号是中国所谓的残疾预防日 河南徽县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方美 致信北京市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要求公开2017年至2020年 有关残疾人的信息 包括出生缺陷人数 疫苗致残致死人数 意外致伤致死人数 康复救助人数 康复治愈人数 康复无治愈人数 后期救助无治愈人生存保障人数等 大陆著名人权律师余文生 被中共秘密关押期间遭受酷刑 导致右手丧失部分功能 不能写字 8月24号 她的妻子许艳在往呼吁江苏高院 放余文生回家治疗 以保住右手 湖南诸州公民陈小平 因做六四首事自拍 纪念六四大屠杀31周年 8月14号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 23号期满出狱 多位诸州人士前往拘留所迎接 但陈小平被警察接走 直接拿回排出所再做笔录 美国政府将下架TikTok微信等 带有重大威胁的APP 以保护美国公民与企业的隐私 降低国安风险 各国相继跟进 台湾在封杀爱奇艺之后 又宣布对淘宝台湾罚款 并限令在半年之内撤资或改正 外界预计腾讯可能是下一波被封杀的目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干净网络计划 将下架TikTok微信等带有重大威胁的APP 以保护美国公民与企业的隐私 并降低潜在的国安危险 许多国家相继评估资安风险 台湾也不例外 近日前封杀爱奇艺之后 台湾政府8月24号又宣布 淘宝台湾具有录资身份 除罚款之外 还限期半年内撤资或改正 中国电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平台 淘宝台湾去年10月在台湾正式上线 通过品牌授权给英商 克雷达台湾分公司经营 台湾经济部投审会8月24号表示 虽然阿里巴巴在克雷达公司持股 没有超过30% 符合现行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 但经阿里巴巴可操控克雷达的经营方针 因此认定阿里巴巴对克雷达具有控制力 这违反了两岸条例第73条第一项规定 所以是违反认定的标准 明目上是英商克雷达经营的电商平台 实际上就是淘宝在台湾的分公司 成了假外资、真入资 台湾经济部投审会代理发言人苏其言表示 去年克雷达公司申请时 很多形式上的要件 它都巧妙地避过规定 包括张标品牌 包括它的资讯系统 其实都是阿里巴巴提供的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实质上 它其实就是阿里巴巴在营运啦 据了解 淘宝台湾用户服务协议 及隐私政策明确说明 台湾会员如同意该协议内容 就等于授权阿里巴巴集团 使用用户的个人资料 允许把会员交易资料 转送至位于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伺服器 这样的规定可能对台湾用户构成安全风险 因为中国到的公司 很多都有所谓的政策目的嘛 比如说他们在公司里面都还有党组织嘛 所以你要说它完全没有受到国家影响 那是不可能的 那当然你要说有没有肩负国家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啦 评论认为 陆资未来可能还会采用 规避资金审核的方式再度进入台湾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 中共对世界的渗透和侵害是全方面的 特别是通过经济贸易的手段 对整个世界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中共可以通过对台湾的经济贸易 深度的渗透和侵害 获取台湾的经济发展运转资讯 扰乱台湾的商业市场 进而影响台湾的经济体系以及架构 实际上就是在影响台湾的整个民主制度 网友说 台湾当局动作比美国还快 台湾感得漂亮 早就看不惯腾讯爱奇艺了 这些都不是靠自由市场环境 和公平竞争机制起来的产物 要驱除中共的渗透 必须要看清楚 中共是通过形形色色的 这种投资 合作 交流等等 表面上看起来的这种项目 在他们所要去影响渗透的地方运作 那要看清它背后的 这个邪恶势力的全方位的这种布局 所以说台湾现在的所作所为 是说明他们已经看清了 中共的整体的部位和它的意图 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鼓励和支持的 印度最近也屏蔽了包括TikTok在内的 数十个流行的中国移动应用程序 并改变了规则 限制中国对印度公司的投资 彭博社报道 印度外交部已经被告知 中国商人 学者 业界专家和游水团体的签证 将需要事先获得安全许可 大陆民众说 武汉爆发中共肺炎后 曾相信官方的报道 但翻墙后了解到真相 决心退出中共组织 好 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 大陆的秦敬毅说 自从这次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我也曾一直关注所谓的官方报道 但翻墙之后却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情况 随着对真实情况的了解 包括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香港情况 和匪党的本质 深刻认识到了 之前盲目信任的匪党是如此的邪恶 不顾群众的死活 随意打压老百姓 对此邪党痛恨至极 我曾经无知 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 我现在声明退出与中共所有的相关的一切组织 在此做三退声明 天灭中共 光复世界 王小川说 我是近几年新加入的共产党员 我见识党内的腐败黑暗 通过武汉肺炎一事 更加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我曾经加入过与中共相关的党团队 我现在声明退出与中共有关的一切组织 好 观众朋友 我们这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感谢观看